因为别人两条腿能干的事 他一条腿也能行 他让家人给他做了一个拐杖 半米多长的小木棍被磨得特别光滑 他就拄着小拐棍啊 蹦蹦哒哒地出去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别看他只有一条腿 但是上树爬墙之类的啊 样样不耽误 在东里小的时候特别调皮啊 也特别要强 就看别的小朋友 咚的一下 从那墙头上直接跳下去 那他也不能落后啊 就先把这拐棍 往下一撇 眼睁一闭就跳下去 一条腿虽然站不稳 容易摔倒 他一挺身 就能爬起来抓着拐棍 继续跟着小伙伴们一块疯跑 长大后的李东李 依然保持着小时候的疯狂 他干过一件特别疯狂的事 就是骑着摩托车 从重庆一路骑到了沈阳 骑了三千多公里啊 整整骑了七天 而且当时还是大夏天 那温度最高的时候 有三十八九度 太阳烤的是火辣辣的 到了沈阳之后 李东力摘下头盔 用凉水洗了把脸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那脸上的皮肤 好像裂开了一样 但是李东力特别的自豪 因为他挑战成功 突破了自我 很多人都觉得 李东力性格张扬 但是我觉得这不叫张扬 这是自信 自强 难道因为身体有残疾 就得把自己的缺陷 隐藏起来吗 因为身体有残疾 就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吗 李东力 只是通过他的努力 去克服缺陷 突破自我 于是 他决定向更高难度的 事业挑战 他要学杂技 残疾人学杂技 这当时很多人都觉得 这不是异想天开吗 大家都知道啊 杂技是平衡与力量 并存的一项表演 难度系数非常大 但是李东力 就是有这样的韧劲 就是想要挑战自己的极限 和健全人比 李东力少一条腿的力量 他就把左腿 练到正常人的两倍 练到最强 他每天单腿踩 二十公里的自行车 锻炼腿部的力量 经过不断的努力 李东力学会了 钻圈 排椅 飞杠 甚至成为了 中国独腿托马斯的 第一人 李东力就是这样 凭借着一条腿 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所以 人生的遗憾 与残缺 又算得了什么呢 只要我们的心 是完整的 只要我们依然敢于拼搏 我们的世界 就是完整的 那么这个 坚强阳光的男人 是否也有过脆弱的时候呢 他不断挑战自己的动力 又是 来自哪里呢 你参加这个亚残会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故事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接到亚残会的导演的通知 我用19天 剪掉了14级 那你挺狠的 当时的话 就是在广州的天河体育中心 我们排练 每一天 就是排练的时候 我都要围绕着体育场跑一圈 每一次 排一圈 每一次跑一圈 当时的话 导演的话 也特别心疼我 他说东力 你可以休息一下 我说我不会 因为我只要我想做的 再苦再累再难 我甚至胳膊下面 都已经抹起了血泡 因为我经常说嘛 我说有了动力 就有了动力 这个说得好 我们现在特别想看到 当年你在亚残会上 那几个非常高难度的动作 我不知道在现场 能不能完成啊 可以啊 谢谢 谢谢 太可以吧 我要给你比一下 马丁 马丁 你真的吗 我不跟你比空红帆 你要比什么 我给你比踢腱子 两套腿更了一套腿 踢腱子 踢不忍 马丁 没有没有没有 空翻针不行 来吧 你先示范一下 我都好久没踢了一个 哎呀哥 哎呀哥 人家踢了四下 踢了四下啊 我踢了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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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普通的方法踢腱子 你不一定比他踢得多 人刚才踢了四下 对啊 你三次我们取最好成绩 好不好 要不错啊 两个 六个 好 第三次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啊 好 取第二次的成绩 六个 六个 动力 二 三 四 哎他踢得好稳 六 天哪 七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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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